三尺地灵魔路窟 刚想跟玉面小达摩白云贵伸手 就在这时 后台有人说话 老建哥 路老建哥 您请回来一趟 有事跟您商议 三尺地灵魔不知道什么事 冲着白云瑞一抱拳 姓白的 我可不是怕你 听见没 有人找我商量点事 我先请会儿假 咱俩回头再干 云瑞也听得轻轻的 不知道什么事 三尺地灵魔 挑莲龙进了后台了 来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进前 总门长 您找啊 飞云道长 飞云道长点点头 陆老建哥 别得先别说 您啊 先喝我三杯酒 来啊 看酒 有一个半大岁数的老道 拖着个黑漆的小盘 一把银壶 三支酒杯 满了三杯上烤的名酒 郭长达把酒杯端起 往前一臂 陆老建哥 行吧 三尺地灵魔就一愣 老门长 这 这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陆老建哥 你怎么还糊涂了 向你祝贺呀 你想想 我们八月初一例来 咋开始就倒霉 直到您登了台了 我们算彻底的翻了事了 你把天龙地牙给打死了 可给我们莲花门的 出了这口气 大大涨了咱们的威风 因此频道 代表莲花门 向您表示祝贺 敬您三杯美酒 这叫酒注英雄胆吧 哎呦 宋门长 您太客气 想得太周到 好了 蜈蚣寿鹿 寝食不安 那我确之不恭 我就喝了 咋咋咋 三杯酒都喝了 三尺地灵魔擦擦嘴 转身刚要奔前台 郭长达把他拦住了 切满 陆老健客 不必急于求成 我知道台上是谁 不是那个小白娃娃 玉面小达摩 白军瑞 小孩蛋子 还用得着您亲自身手吗 打发别人去 就把他收拾了 您跟他身手也掉架呀 喂 您喝了酒了 在旁边歇息 养金许锐 等着对付难打的 据我所知啊 少林八的 名僧的老三 风声醉菩提灵空 在这儿呢 冰山北极岛 雪珠连的师弟 那个假瞎子 周画昌 在这儿呢 还有那个大子胖子 欧阳春 以及他们聘请来的高人 这可都没登台呢 看出来呗 老鼠拉木仙 大头在后头呢 咱们人可不多呀 因此 您得好好休息 嗯 多谢祖门长关照 但不知谁能替我呢 那白军瑞也不是好惹的 咬人 你现在您的吧 咱呀 咱 你们哥几个出去吧 去 呼来呼来呼来 出去四个 这四位啊 就好像神话之中 那四大天王差不多 这四个大个子 高人一头 乍人一臂 四大汉 每人手中都提着狼牙巴 小连龙来到前台 大连龙来 认得我们是谁吗 玉面小大摩看着眼熟 想不起来了 不知道在哪儿见过 但是肯定是见过 这个 你这真是贵人多忘事 要想不起来就告诉你 要想不起来就告诉你吧 我们是少华山的 我爹 人送绰号 赤法龙神 他叫 冯奎章 我们是他老不孝之子 冯云龙 冯云虎 冯云镖 冯云汉 想起来没 啊 云瑞真想起来 哦 在少华山 我三哥 徐良 活着紫辩 金刚 王顺 对 在那儿见过 云瑞想的这儿 心里是十分不痛快 心说老冯家爷们 真不够意思 当初 咱们双方已经和解了 我三哥 徐良 我四伯父 蒋平 满英满雪 没派军队 抄你的少华山 给你们爷们留了一条生路 你不但不敢恩戴德相反 还当贼 这回又派你四个儿子 跑到莲花馆帮兵助阵 看来是狗改不了 吃屎啊 真叫白云瑞猜着了 原来啊 你这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做了充分准备 他既然能摆八王类 不请点应人能行吗 郭昌达请的人可太多了 都是谁呀 他这胃口可真不小 头一封请帖 下到云南 东海 碧霞宫 聘请 横推八百五对手 轩缘 重出五上人 愈何愈久连 真是野心勃勃 想把五上人请出头 但他也估计到了 五上人不会来 可怎么办呢 起码你得派个代表吧 如果余老圣人不来 最好派金灯剑客 下随了 假如说金灯剑客不来 那我也得把我老师请来 他老师就是边山沃佛寺 三世必求沃佛寇伦 另外 他还请了不少成了名的侠剑客 也包括绍花山的群贼 冯奎章看家没来 把他四个儿子打发来 这四个小子刚到 在莲花棍吃完了饭 来到后台见郭昌达 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 问郭昌达战场如何 郭昌达如实地做了解释 他们聊起聊的往前台一看 呀 这不白玉瑞啊 我们认的 这是三尺地灵魔陆老前辈 就凭陆老前辈的身份 跟白玉瑞身手有点多 标价对付白玉瑞有我吗 哥几个就行了 故此请令出战 得到总门长的允许 咱们哥四个才出来 这风云龙 手里停着一队 沈金吉利霸 重有八十四斤 这家是山大利不亏 让他三个兄弟在旁边等着 他来见白玉瑞 云瑞冷笑了一声 风云龙 就这么说 你要想取代三尺地灵魔 跟我伸手呗 来打你这样的就得我 好了 比兵人比拳脚 自然是兵人 白玉瑞啊 在烧华山那会儿 我就应当把你打死 一直又叫你活到现在啊 你算减招 今天在八王类上 我让你知的知道 冯家四盟的厉害 你击棒吧 你 冯 冯云龙 龙磅变砸 白玉瑞多骄傲啊 跟着爹白玉堂 没什么区别 气死小辣椒 不让毒头算呢 尤其今天在这个场合 更不能让人了 云瑞一想 人家人多 我们人少 立在肃烂 干脆 我别留客气了 因此拿手中的宝刀 挖挖一架 冯云龙的棍就下来了 云瑞是拿刀背 往上挂 往外一蹦 手腕一翻 刀刃朝里 刀背朝外 使了个顺水 推招 刀着一刀 扑奔冯云龙的脖子 冯云龙一看不好 吐气心胸 锁梗 仓头 往下一蹲 刀从头顶掠过 云瑞手腕又一翻 刀回来了 这招叫脑后摘瓜 冯云龙 赶紧使了个犀牛望月 双棒望后一轮 吹米凉的他 把云瑞镇的是绑壁发麻 刀好学妹撒了手 绕不牺牲 二人就站在一处 云瑞发现 冯介哥们仗着力大傍尘 必须得用巧招迎他 不然非吃亏不可 因此云瑞施展缩小棉砖巧 就要练出八卦万圣刀的刀法 这种刀法 钢中带柔 柔中透钢 一招分八招 八八六十四式 神出鬼没 其中有一招 这招可够厉害的 名字叫相子提了 刀刃朝上 刀背朝下 刀尖朝前 刀大朝后 双手捧刀 翻心就策了 就像提着灯笼似的 冯云龙 赶紧用双棒望为一崩 上当的 这一招是银子 云瑞一看的双棒望为一崩 望辉抽刀紧跟着 身子一转是刀随人转 这一招叫小鬼推磨 凭着就到了 冯云龙双棒走空 脚着背后 恶风不晒 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刀在他腰上就砍上了 这下来个二一天作物 把这也分开两半 死时顿时摔倒 唐唐唐唐唐唐 双棒落地 风云龙肚子这点零碎 还都出来了 还挺枪 realidad 这点下水 躺了满台 热气腾腾它 由瑞一整枚飞身形跳出圈外 抬靴子底 把刀上的血迹擦干 后台就一阵打乱 小老道望上一床 把两半截的尸体抢回去 用蹲步把血迹擦干 把零碎全都捡走 这时风云虎哭着上来了 胡问叮叮狼牙棒是直奔小大墨 哎呦若亚 不要给我哥哥报仇血恨 招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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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这玩意连哭再打 能打得好吗 眼前模糊 丑人都撒脑袋 自己找倒霉 打来打去 拾了个脑后 摘一刮 吃了这一刀 刀过去了 脑袋也下来了 由于用力过猛 风云虎的脑袋在擂台上 摔台底下去 正好砸在一个看热闹的脑袋上 这位一瞅 哎 吓死过去了 您想 血入胡思的一个大脑袋 谁还不害怕 这脑袋落到地上 还咕噜出多远气 但说白云瑞 一刀 把脑袋扇掉 然后抬腿 蹬倒死尸 跳出圈来 后台又是一阵大乱 郭昌达急忙命人 到前台把尸体搭到后边 又找两个小老道 从后边下了台子 转到前边去找脑袋 费了挺大的劲 把风云虎的人头找着 拎耳头 拎到后边去了 您说这位有多惨呢 这哥俩一死 风云标可不干了 白云瑞呀 儿拿 没有来 招棒招棒招棒 没到三十个照面 白云瑞是败中取生 人往前走 刀望后进 拖着一刀 正好刺透风云标的小腹 啊 这小子摔倒在地 手抛脚灯 痛苦难当 云瑞一咬牙 算了 别受灵罪了 给你来个痛快 扑一刀 人头砍下 一脚踹入后台 这下后台又开了锅了 转眼 三人交代了 冯云瀚一看 非要玩命不可 被郭长达一瓦拦住 千万 四公子 算了吧 难道你们哥四个 全走一条道吗 哎 我不能眼睁睁 瞅着你们老冯家断了后 你留下吧 把你三位哥哥的尸体 运回邵华山 借着你爹 禀明经过 将来想办法 给他们报仇 我不准你等待 老文长 我哥哥死的太惨了 哎 你放心 冤有头 债有主 不是不报十颗未到 有人熟识他 自然能给你哥哥们报仇 救世了 郭长达这么做还真对了 不然 这个冯云瀚上去 也得归位 就这样 他下了台子 用车 装着三个棺材 里边是三具尸体 领着朴人回归 邵华山 咱展翘不提 单说云锐 你口气 杀了杀 这心里的脚子可痛快了许多呀 云锐抖单听高声喊和 哎 三尺地灵魔 你哪去了 你不要跟我比武吗 你怎么说借口有事就不露面了 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 正在这时 学手飞连江洪烈 站起来 老门长啊 我想跟您讨个令 我出去看看怎么样 哎 不必不必 现在还不是您登台的时会 哪能呢 我这两下子赶不上众位 我无非是跑跑龙套而已 我想会斗会斗这个白云锐 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领 江洪烈飞要登台不可 三尺地灵魔入坤 这阵也歇过劲儿来了 不不不不 还是我的 您听 这小子指名点姓叫的是我 我要不出头就归为怕他了 老门长 我去了 几下我就把他打破了 没等郭昌达表态的三尺地灵魔 是飞尘到了前台 白云锐 哎呀 真盖着你露脸哪 我看你这叫辉光返照吧 临死以前还露露脸 可也罢 你也够本了 杀一个就够本 杀俩就赚一个 冯氏弟兄死的惨不惨呢 哎 白云锐 莫非你还真想跟我比试不成 那是自然 来吧 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呀 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二十个照面 我就趴在台板上 带你为师 我跺脚就离开 拔王了 云锐一听这家口气有多浪 我就咬紧牙关 我也得在你面前过二十个照面 我看你说话算数 我看你滚开这不 云锐想的这轮一刀往前一纵 是平刀辩刺 陆坤真说话算数 仍然没拿家伙 赤手空拳 上步闪身 云锐刀走空了 他伸出撒手指头来 一抓金丝隆林闪电劈的刀本 来得好 嘿 真要叫他叼上 云锐就得撒手 白云锐一看不好 赶紧撤刀 打算变招 哪只的刀也撤回去了 三尺地零膜的掌也跟进来了 这家出手奴电就这么快 上腕子一番 蒙涛云锐的软泪 白云锐一看不好 吐气心胸 使了个千金 撑 退出有一张挂铃 三尺地零膜 一张掏空 再看他使了个抽撤连魂 还怕 左手出去了 猛击云锐的太阳穴 云锐望下一低头 陆坤飞身形 跳起来 这腿就飞起来 本白云锐是左右两肋 就下了绝情了 云锐赶紧往旁边一闪 使了个黄龙大转身 啪 把他的双腿躲过去 就这样 再看云锐 汗珠子躺下来了 也就是玉面小达摩 换个旁人就这几招躲不开 比闪电还快 永远着心跳成了一个 心说难怪的三尺地灵魔口吐狂言 今日一见果然厉害 陆坤少年胡须一乐 嘿嘿嘿 年轻人有两下子 能躲过我这几招就算不晒 来来来来 在身上 我看看你还能躲得开呀 是躲不开 正这时 有人 在三尺地灵魔的尖头上 轻轻拍了一张 诺弥陀佛 陆老见客 你这么高的身份 欺负一个孩子 你不觉着丢人吗 啊 谁 陆坤回头一看 后边站着一个破和尚 一眼就认出了河南登峰松山少林总院的三当家的风生醉菩提 凌空 这玩意儿 亲戚有远近 朋友有后保 视亲三分相 一点都不假呀 白云瑞一登台 最担心的 最担心的就是风生醉菩提凌空 凌空心中暗想 哈利哈利 你可要了我的命了 你这胆子晒干了 比窝窝个儿还大三圈 你就不知道三尺地灵魔陆坤是什么人吗 你哪行啊 也慢说你白云瑞 就是老师我跟他伸手也未必也能上得了人家 你就长得有多大 刚想登台 人儿换了 倒霉的风云龙 风云虎 风云彪登场了 结果这哥仨先后毕命 凌空老和尚这才放点心 后来一看三尺地灵魔又露了面了 因此他更担心了 这才飞身上了擂台替换小达魔 云瑞一看是师父 喜出望拜 弟子给老师扣头 起来吧 云瑞 你真不懂好歹 竟敢一小凡上 还不给我退了下去 是 撑 云瑞挑下巴王嘞 洛坤一看 嘿 该找白云瑞不死 瞪眼朝他溜掉了 他把这活儿就集中到凌空身上了 老和尚 我知道你不好惹 九文大名 今日在巴王类上 我要领教领教 看看你们少林寺的八大名僧 究竟有什么 本领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